PS5手柄和PS4手柄是可以玩电脑游戏的 但是有哪些PC游戏是支持PS5手柄的呢? 有多少游戏支持? 如果不支持的游戏怎么才能让它支持? 能支持到什么程度?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有哪些游戏支持PS5手柄 我们以Steam为例 在商品介绍右侧边栏有一个完全支持的控制器 以黑神话悟空为例 它是支持XBOX手柄 也支持DualSense手柄 也就是PS5手柄的 通过这两个链接是可以点进去的 点进去之后呢 同样在这个页面的右侧边栏 有一块叫一控制器支持缩小范围 我只勾选PS5手柄控制器 左侧就是所有支持PS5手柄的游戏列表 3988个 赛博朋克博德之门3 还有Apex FC24足球 我们在筛选支持XBOX手柄 有多少个游戏? 有30251个 也就是说二灯法环和Fosa4 地平线4 它俩只支持XBOX手柄 这个赛博朋克又支持XBOX又支持PS5手柄 如果你玩PC电脑游戏比较多比较杂 为了考虑兼容性问题 首选XBOX手柄 如果你只有PS5手柄就不能玩PC游戏了吗? 也不是 我们以铁拳8为例 它支持XBOX手柄 也支持PlayStation控制器 在游戏里面可以看到PS5手柄的键位 而且也可以有震动 但是这个震动是这种普通的震动 我体验了一下 它里面是没有自适应扳机的 那什么游戏才支持PS5手柄这些新特性呢? 最好是从PS5移植过去的游戏 比如对马导之魂 我们看对马导之魂的右侧 既支持XBOX手柄 又支持PlayStation控制器 它不仅能识别PS5手柄的键位 而且还有触觉反馈震动 还有扳机力回馈 和在PS5上玩是差不多的 几乎一致 那最后的问题来了 对于这种不支持PS5手柄的游戏 该怎么用PS5手柄玩呢? 比如Fold R4 在这个游戏的介绍页面右侧 它只支持您的XBOX控制器 尚不清楚支持其他控制器 也就是说它不能识别PS5或者PS4手柄 但是实际上也是可以用PS5手柄玩这款游戏的 那具体怎么玩呢? 我们点击左上角的Steam 选择设置 在这里面有一个叫控制器 控制器它能看得到 现在用的是Dorson's Wireless控制器 我们注意看下面 PlayStation控制器支持 后面有个选项 以在不支持的游戏中启用 选择这项之后 在地平线4里面原生不支持PS5手柄的游戏 也可以用PS5手柄来玩 但是在游戏里面的键位 它是XBOX手柄的键位 ABXY 而不是PS5手柄的三角圈叉 所以说PC游戏电脑游戏 用PS5手柄玩是分三个层次 第一层是不支持PS5手柄 可以用Steam的转换器 模拟器来给它模拟一下 但是键位是没有的 但是可用 第二层是游戏原生支持PS5手柄 原生有键位支持基础的振动 第三层是游戏原生支持PS5手柄 键位肯定是没问题的 而且还支持PS5手柄的新特性 自适应扳机和触觉振动 好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给各位小白同学参考